在外国首都曼谷爆发红黄山军血腥示威浪潮重挫流液 直到军政府掌权后 证据才稍微回稳 不过 处理在曼谷商业中心文明侠尔的四面佛庙前方 昨晚发生威力强大的爆炸案 现场尸快遍布 血染街头 官方指出 至少有20个人死亡 死者包括两名我国公民 另外有125名当地人和外国游客受伤 警方目前还在追查 策动这起冷血爆炸案的幕后黑手 这里就是曼谷商业中心拉扎帕松路 每年吸引无数信徒前来膜拜的四面佛 原本神圣的地方却在一夜间变成炼狱 本地时间昨晚8点 人潮汹涌的四面佛前方传出巨响发生大爆炸 警方初步推断 袭击者将炸弹装置藏在停放在四面佛附近的一辆摩托车 而另一个简易爆炸装置IED则绑在附近电线杆 两个炸弹几乎同时爆炸 目击者形容爆炸威力 强如地震 警方到场后发现附近藏有另外两个炸弹装置 于是出动拆弹专家成功引爆炸弹 恐怖爆炸发生后 原本繁忙的商区街道I红遍野还冒出火舌 从目击者拍摄爆炸现场画面可以听到 救护车警笛声 伤者求助声 以及幸存者哀叫声交汇此起彼落 情况十分危急 救护人员接着在到处可见死伤者身体碎块的现场 抬出伤者送院抢救 一些亲属绝望呼唤着死者的场面 闻着心酸 警方释放后证实 共有12人当场被炸死 不过送入医院抢救的伤者陆续传出死讯 由于资讯混乱 确实的死亡数据有待官方确认 另外至少125名伤者分别送入曼谷15所医院救治 死伤者中有的来自中国 台湾 香港 菲律宾和我国 至于与死神插肩而过的幸存者 一数爆炸发生过程 心中恐惧挥之不去 我们来到飞机到酒店 然后我们听过一个爆炸 我们拍摄了一车机 我们很接近 我们很接近大厨 但当然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我们听到声音 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我们看他们只能嘴巴 嘴巴秦 我们看他们一起打败 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卡牌 然后来卡牌 那和我会在卡牌 然后要用卡牌 所以不然会出现 泰国首相帕拉玉 透过政府发言人 在电视转播上 严厉谴责暴徒血腥行为 并宣称绝对不会姑息 干下暴行的人士 组警长指出 狂徒选在入夜时分 也就是人潮最拥挤的时候 引爆炸弹 摆明是要置人于死地 残暴不仁 泰国官方敦促人民和游客保持冷静 目前没有组织宣称发动这起炸弹案 而袭击者的干案动机 也有待警方查明 感谢观看